全程热化 为你消化 CAPITAL 958城市频道 资讯第一台 这里是上午11点的快报60秒 你好 我是琪琪 美国联邦储备局宣布降息0.5个百分点 这是当局4年多来首次降息 黎巴嫩连续两天发生了大规模通信设备爆炸事件 新一轮爆炸事件涉及到黎巴嫩武装组织 珍珠党成员使用的对讲机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决议 要求以色列在12个月内从巴勒斯坦占领区撤军 朝鲜宣称昨天成功试射了搭载超大型 常规弹头的新型战术弹道导弹 以及改进型战略巡航导弹 在中国广东省深圳遇袭的一名日本小学生 伤重不治 以上是上午11点的快报60秒 60秒掌握新闻资讯 快速精简播报 准确及时摘要 你可在Capital958城市频道收听 并同步在8频道和MeWatch收看快报60秒 和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і观看